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他还有试验诗 不说下门醒 这里一选了他的两篇 东陵结社一关沧海 他到结社山 秦王大内结社山那边去看海 东陵结社一关沧海 适应核淡淡三道怂痴 树木重生 白草风貌 秋风笑涩 红不涌起 日月子星 若出其中 心汉灿烂 若出奇礼 写得很好 整首诗歌大家看看是写三岁的 这首诗歌对我们的文学寺长很有意义 它是中国第一首 现存的第一首完整写三岁的三岁诗 三岁诗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到三岁诗 大家就想去谢灵运 谢灵运的三岁诗 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提倡写三岁诗 并且自己身体力行的一个诗人 但是如果说文学是第一首三岁诗的话 还是曹操写的 真首诗歌 曹操写的 后面八个字 始终是过门 姓胜之哉 歌以拥字 大家看约腐寺里面有很多的字 有时候是翻译不出来的 翻译不出来 大家没关系 实际上它唱歌的时候发出了一种声音 既然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时候啊 呜呜呜 不要把它作为有意义的东西 它实际上就是发出一种和声 第二首诗我们大家要熟悉的 神归谁受 悠悠尽死 腾舌称雾 终为土灰 老祭福里 自在千里里四末年 壮兴不已 迎书自前 不但这天 养衣自佛可得永年 献胜之在 勾以拥字 神归谁受 乌龟呀 这个命是很长的 我家养孤归 过了几十年还是这个样子 看看 这个很奇怪啊 这个东西啊 你不见得他老也不见得他小下去啊 今天就这么样子 嗯 我家小孩子 我现在想想 我弟弟那个时候 有稍微的身体不好 有个朋友送来 农民送了一个硅谷来 我算来算去 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十岁左右 十岁 我今年应该六十岁了 对不对 五十年了 那个硅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直回家去 这个硅还是爬出来 看看你啊 给他的饭吃 给他的东西吃 这硅的寿命真的很长 他也不需要多少生活的资料 他不知道躲在哪里 并且很有灵性这个东西 神龟虽受悠悠尽死 但曹道说 神龟尽管是他命很长的 最后他总也有死的一天 藤蛇称物终为土灰 这个蛇啊 这个龙啊 最后也称为土灰 他用龟跟蛇来讲什么呢 老祭福里自在千里 那种老马 老的战马 他最后晚年跑不动了 他挫着一挫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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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厩里面的时候啊 他心里想的还是年轻的时候 跑得动的时候那种情景 是不是啊 大家《三国演义》里那个描写 《车头马》他都描写得非常好的 是不是啊 热行千里 夜行八百 他在这旅步多少勇敢 他在这关于关于多少勇敢 他马跑得很快啊 是不是啊 没想到 人家炎量文仇 没想到已经到 人家头已经掉下去了 他马跑得快啊 这个这个写得非常神奇 当然有人提出 这是不可能的 你想 吕布跟关于被杀的时候 相差了几十年 一个马 活不到那么长时间的 但这是有文修作品的力量 是不是啊 文修作品的力量 然后最后写 某某人得到了 盘章得到了这个这个 《车头马》以后 《车头马》怀念主人 不吃草死掉了 那他为什么 吕布死掉 他不吃草死掉了 吕布是个坏蛋 对不对 关于是个好人 是不是啊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他第一个主人 还应该是董作呢 对不对 这个马为什么不忠于董作呢 董作把他送给吕布 吕布后来 背负了以后 曹操姐把他送给 这是文修作品里面的东西 文修作品里面的东西 人想象出来 不过马牛啊 猫啊狗啊 都是有生命力的 都是有思想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啊 历史末年 壮心不已 大家看看 这个历史呢 不是我们今天的历史啊 已经作为一个去世的人叫历史 那个时候的历史啊 实际上是壮死 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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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壮死的婉言呢 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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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苏子齐 不丹这天 养一子佛可得有年 银苏子齐 一个人的寿命的长度 是天意 天意 你能够活起世 你知道吧 你说我能够活起世 我自己知道吧 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 人们有很多想象 这个富贵这天啊 生死有命啊 都是命里面注定的 生想的以前 年王爷那里的 不知道已经注明了你多少年 对不对啊 西游记里的一个神家 是描述的真实 收空去把年王那里给掉了 对不对啊 把他给掉 涂掉了对不对 本知道没有这个了 曹操这里讲的 养一子佛可得有年 你这个人身体啊 自己还要养 还要养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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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身体的保养 保养 曹操的四个到现在 今天我们看见 非常有充满那种青春活力 这个很 大家千万不要说 三国演义里面 曹操是个奸臣的这个影响 这个列了一代一代 手术人 把曹操说得 是面目全非的一个人 实际上 曹操是真正的一个英雄 他还是个文学家 他还是 你今天 你有没有得到过刘备的四哥啊 我是没得到过 你们有没有得到过孙权的四哥啊 也没有 但是 这些曹操 二十一首四歌流传下来了 他当时的时候 肯定不止二十一首 对不对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二十一首四哥 他二十一首四哥 那么曹操 他在文学市场一定的地位 曹操的儿子 曹操 那么 他在文学市场也有很高的地位 也有很高的地位 曹操 我们大家知道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昂呢 在曹操打南洋的时候死掉了 南洋就是晚成了 正张修的时候打死掉了 那么第二个儿子曹操自然就成了解班人 他这个解班人到底做得怎么样 我们政治上不去评价他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 他留下来有一首七言诗 是我们中国文学市场第一首七言诗 第一首七言诗 是曹操写的 大家看看 燕钩行 燕钩行 燕就是河北 河北 河北的歌 河北的歌我们想想这个曲调啊 河北都壮士 河北三十岁的壮士人物 它的声音是比较悲凉雄壮的 秋风笑说天气凉 草莫瑶若如为商 穷艳词归艳南响 应该这三句 为一个句号 秋风笑说天气凉 草莫瑶若如为商 穷艳词归艳南响 我们今天自己念不能唱 秋天到了 秋天到了 就让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 秋天到了 冬天马上就要累累 秋天到了 冬天还未远吗 不远了 是不是啊 有人讲 冬天到了 春天还未远吗 我们现在秋天到了 冬天还未远 秋风笑说天气凉 草莫瑶若如为商 穷艳词归艳南响 我们今天自己念不能唱 如果唱的话肯定还蛮好听的 因为它是艳歌行嘛 行就是歌嘛 本来就是可以唱 下面 念君可有诗段差 尖尖似鬼练 练故乡 君可严流祭祷 念君可有诗段差 我 想想你啊 你可有在外面 这个悲哀啊 有时候是到了基地 有时候又非常有一种 停留在他乡的一种思念 尖尖似鬼练故乡 天天想着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了 我以前上课给大家讲过 现在大家思想事情 比以前要淡多了 因为今天的通讯工具实在太方便 实在太方便 是不是啊 朋友在原方 一个手机短型 一毛钱解决问题 对不对啊 一个电话可以解决问题 都很便宜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跟家里可以 这个电脑K着 MSN啊 这个套在那里 可以跟他聊 并且一个钱都不要花 可以通话 可以看到对方在干什么 都可以看 是不是啊 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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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到了大洋彼岸 你在美国 你在英国 跟家里的人 还可以天天见面了 天天见面 所以这个思念之情 我想 现在跟过去是不好比的 你试想一下 一个亲人 几个月不见 你会想念到什么程度 现在大家不存在这个事情了 动夫是家书比万经啊 是不是啊 现在是我估计都没什么问题了 这里呢 第二段就讲到了思念 念均可有诗断肠 尖尖是归练故乡 君和盐流寄他房 这个字念什么念 念什么字啊 念哪个字啊 延长的延 延长的延 君和盐流寄他房 你为什么延长了时间 留在那个地方不回家呢 下面讲自己了 曹佩我们今天看起来 不管怎么说 他的诗歌里面 跟曹操的诗歌有点不同 曹操的诗歌 是有点政治家的一种气概 曹佩啊 总是缺乏曹操那种 雄壮的一种气象 雄伟的一种气象 他把这里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女人 见其穷穷 守空房 又类四君不敢忘 不就类下战衣上 曹操可从来没把自己比喻成女人 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我想区别 玄琴鸣鸣鸣鸣发青霜 断歌微宁不能长 明月佼佼造我长 星汉溪流夜未央 千牛震旅遥相望 耳朵和骨献和粮 这首诗歌啊 你看实际上也写得很好 这个抒情啊 抒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中国文学寺藏系列能够得到的 一首 第一首七言诗 第一首七言诗 我们今天评价一个诗人 地位高不高 这文学寺藏地位高不高 不能以他的数量来评价 我们大家说康熙皇帝 乾隆皇帝 他的诗歌都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今天你说文学寺里 有多少提到他们 我说很难讲 是不是啊 曹操就是21首诗歌 他这个21首诗歌当中 我们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来 他是四言诗的复兴者 他是第一首三岁诗的创作者 曹碧他的诗歌也不多 但这一首就是第一首的七言诗 当然这个七言诗 我现在在想 是不是完全曹沛自己写的 他这个诗歌很像柏梁体 柏梁体什么叫柏梁体呢 句句押韵的叫柏梁体 大家看看 秋风笑说天气凉 草木摇落陆为商 穷艳词归艳南详 念君可有诗段长 尖尖词归练故乡 君和盐柳记踏方 见其穷穷守空房 又来四君不敢忘 不就类下真衣赏 玄情明选发情霜 短歌微宁不能长 明月佼佼照我长 心汗西流夜未央 千有真女遥相望 耳朵何骨献何良 一运到底 一运到底实际上是一个柏梁体 柏梁体 柏梁体是怎么样的 柏梁体呢 他是 汉武帝找一个柏梁体 他叫一批文人 我们大家一起来写诗歌 大家一起写诗歌 每个人都挑一个运 每个人都一个运 就是我一句你一句 轮过去 必须大家都要押韵 这个叫柏梁体 我们很多诗歌 讲句老实话 自己写 一个人写的话 他往往比如说第一句 有时候第二句不押韵 第三句 像我们唐诗里面 大家看看 随便我们举句句 随便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想想看 他不会的应运到底 是不是 这个有可能 当然 曹培切岩石在探索过程当中 也可能就写一首诗歌 全部押韵 全部押韵 我们中国的诗歌 到了唐朝的时候 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候 在唐朝之前 有时候是不成熟的 不成熟就允许探索 所以另外一个设想 这首诗是曹培一个人写的 他就聚集押韵的一种写法 也可以 第二种可能就是曹培叫一批人 因为他曹培地位高 原来是曹操的士子 后来是太子 士子就是太子 就是曹操的接班人 曹操做了魏王以后 他的太子 那么后来他做了皇帝 对不对 他完全会叫一批人 大家一起来写作 一个人 最后发表就是他一个人发表 也可能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连续 就叫做 《这项流露锅》有没有看过 看过了 《这项流露锅》替皇帝 皇帝写四个 你看那种写 一片两片三十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皇帝写不下去了 《流露锅》最后来一句 《飘落水中》都不见 后来《流露锅》觉得这个诗歌是我写的 就收到自己的诗句里面去了 皇帝觉得这个诗歌也是皇帝写的 也收到皇帝的诗句里面去了 最后搞这个笑话 但这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后来是和声去告发 说是他居然把皇帝的东西拿为自己所有 这是欺君子罪要杀头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戏剧 所以这种事情有时候 做诗歌是可以一个人一个人 用接上去写的 曹碧写的诗歌 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意思 他也能够结合当时的十字写 我们也可以看出跟曹操不同的风格 像有一首诗歌的西北有佛云扎诗 西北有佛云蝙蝙如车垫 西则死不欲 谁与飘凤无贵 垂我东南行行行自无贵 无贵非我向安得久留痴 弃自复复尘可自朝贵人 这首诗歌写得很好 这首诗歌写什么事情呢 也写了当时的十字 卫国 三国的时候 卫国跟东吴打仗相聚的一种情节 我们今天看了三国演义里面 以后 三国演义 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打仗好像都是刘备这边跟曹操这边的打仗 那么刘备曹操死了以后 曹擂也好 曹培曹擂也好 好像都是诸葛亮跟司马懿的打仗 是不是 好像动物这边的力量很少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不符合历史诗色的 历史诗色上面 曹培曹擂他们始终是把动物这边看成主要的力量 凯特当然是很忌讳刘备啊 刘备当时有了晋州 晋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湖南湖北 有了四川 再有了汉中 汉中就是陕西的南部啊 那么大的时候 那么曹操对于刘备他是非常忌讳 东吴对刘备也很忌讳 但是后来我们大家知道关于这荆州的时代 荆州整个湖南湖北敌掉了 后来只剩下一个四川 这种情况下 曹操的主要的对手 不是那个 有辈子别的 是东吴 东吴多大啊 你想想 有江苏浙江 对不对啊 有安徽 是不是啊 安徽的南部 还有那个湖南湖北 对不对啊 多大啊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东吴才是他主要的对手啊 所以你看很多大战都发生在东吴跟曹培之间 都是曹操之间 所以曹培这首诗歌也写的是战争啊 西北有佛云 清廷如出歌 西北是将曹培这边自给 西被死不欲 水飄逢不贵 我想征服收服南方 继承曹操的一次把东南收回来 但是 时机老是没有好的使机给我 吹我东南省 省省子吴贵 这个不叫吴贵 吴贵 窥 窥是什么地方啊 大家想想看 窥济啊 那个是窥济 那个是我们浙江的中心的绍兴窥济 窥济郡 那个是杭州还是前唐小县的时候 窥济是非常大的 杭州是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